紅茶 大家好我是紅茶 今天要來分享一下如何去製作檸檬酸桶 這個的話是我去參考一個前輩赤子大 他所發的文章的教學 首先你要準備的東西 就是要一個涼杯 這個涼杯是要其實最好就100ml 或者是你要500ml也可以 然後再準備一個秤子 秤子的話等一下秤就是秤那些克數的 然後再準備這次的主角 就是我們要如何去製作檸檬酸桶 然後去治療魚的白點或者是軟圓 那要有硫酸桶跟檸檬酸 食用級的檸檬酸 對那一開始呢 你要準備的話是100cc的水 這個硫酸桶跟檸檬酸都是要2克 那為了要精準的測量 所以要隨身都要帶一個秤子 現在是0 一瓶尺是多少 好像一瓶尺的話是1.4 我看得出來嗎 這樣子喔 看不太到喔 這樣子剛剛好是2公克 弄完之後呢就是2克的檸檬酸桶跟2克的檸檬酸喔 然後呢 再來的話呢就是把它調配 在這裡面 喔這個就不用了 好 那我拿這個第一管喔 是因為我等一下的時候要拿來當攪拌棒的 然後再來的話呢 這個檸檬酸桶喔 就製造好了 它是100ml的 好那要跟大家講一下齁 這樣子的話每1cc齁齁 就有 20mg的檸檬酸桶 那 那 每1cc呢 對20公升的海水 就是1ppm齁齁 那1cc對40公升的海水的話是0.5ppm 好那這邊的話呢要講一下 其實這兩句話是蠻重要的齁 喔 然後這樣 ppm的意思齁 就是 每公升含有每mg的意思齁 mg的話就是何克 那如果呢 你主鋼齁齁 要下400公升齁 那下去看到柠檬酸桶的備用容易的話 就是1ppm 那400公升的水量除以20就等于要下20cc 对那如果你初次下药的设计就是有分 你如果是有很高量的生物的话 第一天下1ppm 每一天下0.5ppm直到白点完全不见 那1ppm的话也是要就是像刚刚讲的 你下所谓的1ppm都是要看你主缸的水量 如果你主缸水量呢 是比如像400就是要除以20 那就是等于会等于1ppm 看你下几 这样子看你下几cc 对那这边的话呢要建议大家就是 最好的就要混这种就最好要混合 那个自来水500cc到900cc其实都可以 那混合的原因是因为呢 这个酮离子会没有办法很瞬间的溶于水中 那如果你把它稀释的时候再分批 分成譬如像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再分批把它弄进去的时候 其实对生物和缸内的影响都会比较少一点 你把酮离子越稀释越淡喔 那就对你的生物就越安全喔 当然也有一些人呢 其实他可能就直接完全不稀释就下下去 但其实对鱼的风险就会比较大 那你就是看你要用方便的还是用比较安全的 都是由自己来做选择喔 说是 就是柠檬酸酮 其实是最强的喔 那 发现赤脂大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喔 所以我也制作一次柠檬酸酮的制作方法 给大家分享看看 对 那记得 记得 這個檸檬酸酮的方法只適合用在FO缸 就是只有養魚的 你千萬不能下在珊瑚裡面 你下在珊瑚裡面 珊瑚就絕對全死掉 他會先殺珊瑚 是不是把珊瑚給一起殺死 千萬千萬只能下在FO缸裡面 那如果你是珊瑚缸的 你就試著把魚抓出來 這樣子才OK 對 那 嗯 再講一次 這個下藥的方法是 20公升的水量 下1cc 那就是看自己的魚缸的水量是多少 來去下幾cc 然後並且要去混合這個 自來水 一起去下藥 然後下到兩個小時以內把它滴完 對好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那謝謝大家